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不是胡乱的 这个不是胡乱讲的 在我们每一集的要你鼓掌里面 每一集的记录都有 所以其实可以回去看YouTube频道 每一集影片就可以直接验证了 对 没错 王伦说的没错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如果你想验证的时候 你可以把以前的YouTube拿出来看 绝对绝对跟你保证 一定会找得到的 好 那再请王伦讲一下 好 那节目首先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喔 因为啊这个我们的标股讯息 还有我们详细资讯 其实都在我们每日的解盘影片当中 还有老师的LINE跟TG也一定要加喔 那当然说啊 我好想我好想省事喔 我就想要直接就是老师怎么说 我怎么做的话 就可以直接拨打0277259668 好 那记得再帮我们按赞订阅定期来 因为我们的股 应该说我们直播的动力啊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喔 尤其是按赞都可以激励我们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喔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是感恩节就是嘛 所以他们没有开盘了 那今天亚洲股市涨跌附近 恒生曾经下跌到1.5% 跌了蛮多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右上角 这个右上角非常重要的 就是今天台币呢 仍然是贬值的 贬值大概有7分 所以这个对大盘来讲呢 可能要拉好像也拉不动 所以后来持续就是在这个平盘左右 这里也有一个支撑跟压力线 在这个地方 一直到最后呢 就是中场就是跌了7点 来到17,287点 是 美国以后美洲那时候 饥寒交迫哇 那个几乎快活不下去了 结果印第安人呢就教美国人 他们怎么种植啊 然后怎么狩猎 结果隔年以后就大丰收 所以他们就存着感恩的心 就是说把这个日子 11月的第四个礼拜是定为感恩节 是这个样子 原来这就是感恩节 这个由来 好的 那么老师 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个小故事以后啊 那我们就还是要来锁定一下这个我们的标股 当然在标股之前我们还是要解一下盘式啦 我就给老师三分钟了 我想看更多的标股 好 那个这个电子股 今天的成交比重大幅降低 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观光类股啊 就是因为这个蓝白不合 所以就变成观光族群下挫 蓝黑啊 对跌了3%多 跌了很多 对 这个可能大家都迫不及待要落跑了 对 好 那电子股只有成交67% 那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什么 重电类股 台电的强热电网 中芯电啊 对对对 中芯电滑成啊 马上涨停 对没错 那如果大家有对于这个重电有兴趣 亚历倒是可以注意 1514的亚历 它是价格比较低 这个五六十块而已 好 然后那个AI概念股 仍然是 因为成交量很低了 只有14% 对啊 半导体今天也 成交量也 应该说成交量也量缩啦 对不对 今天就是除了重电 还有就是军工股 还有就是这个PA 这个功率放大期这些股票 表现比较好 那美元指数就是昨天在 稍微再低涨 目前是在103.9 那我们希望这个美元指数呢 不要再往上升 那这对全世界的股市都会有利 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元对台币的这个指数 我们看这个这个汇率 这个走势 这个走势跟这个去年11月的走势 有蛮大的类似 你看去年11月的时候 台币一直升值 升值以后小幅贬值 又继续升 横向整理又继续升 结果就造成了一大波的行情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升值 然后稍微反弹一下子 又继续升 然后再继续 那这样子呢 对我们台股呢 这个就是指日可待 1万8 指日可待 1万8以上 1万8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好的 袁老师话就放在这边了 好的 好 好 330台积电突破了下降局市线 那我们现在又要再来观察 现在 现在他这个台积电在这边横向整理 是 横向整理 那因为我们讲说 它的是头肩底 突破了颈线以后 目标区就是594到600 对 以上 那现在这个横向整理 如果再突破585的话呢 就继续要往目标区来前进了 好 那这个价钱指数 这个经过这个多头拇指十字 很强的多头拇指十字 连涨了13天以后呢 今天 最近这几天 碰到了这个压力 就是之前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不是坏事 持续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 能有实力继续往上攻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突破下降趋势线 以后呢 那突破下降趋势线之前 是一个假跌破 这是一个2B法则 那2B法则大家知不知道呢 不知道的 你就要有必要来上课 要去开课咯 好的 加均指数周线图 其实过去大概有18周 这个都在守在万六 所以其实万六是有称的 对 支撑很强的 然后年线也往上 然后季线也往上 因为季线现在 目前对目前的指数呢 是扣底低指数 所以季线是往上 所以这个中期长期的这个 这个趋势呢 就是仍然是往上 可以偏多操作 对没错 好 那我们说这个 我们的价选指数 从你如果从六月那时候来看呢 它是一个旗杆 就是一个旗子飘翔旗杆 然后这是旗子 然后在技术分析里面呢 它有一个目标区 这是下降旗行呢 它目标区就是 对称这个旗杆 这个旗杆 上去呢 就是到18000点 所以我们讲说 为什么18000点 所以这个整理以后呢 就很可能再继续往上突破 然后来到18000点 好 那如果说你对我们之前讲的 有点模糊 或者是说其他个股的分析 有点模糊的话 你一定要来上课 一定要来上课 这个课呢 是专门为这个 就是比较不懂的这个投资人来上的 那你上这些呢 就可以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哇 炒盘的任督二脉 对 一定要 一定要 你这个找这个机会 一定要好好上一课 是 好 那今天高价股 就是普遍都是比较弱势 因为我们看这世新呢 之前就是它一个长黑 所以我们说是在整理 它这个高价股 目前偏多 整理的比较多了 那IC设计股呢 是强弱分明 那最近有一些这个涨比较多的这个 休息 对 那有一些呢 表现的还是很好 是 那AI概念股就是差不多一半一半 对 涨跌互鉴 对 那这个AI伺服器三雄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 对 那他们还仍然是扣高股价 是 相对目前的股价 仍然是高股价 所以110块以上压力大 是 那技嘉290以上压力大 对 广达220以上压力大 是 那外资今天买了34亿 但是它的这个期货部分呢 是做空 那又多空了2000口 所以等于是说 它有一点避险的味道了 对 因为它限货 限货买34亿嘛 那就用期货 万一如果抵下去 期货部分就可以赚钱了 好 那融资予的部分 就是昨天增加4亿 但是我们之前讲 就是说融资增加的速度呢 跟这个大盘指数上涨的速度 不成比例 表示说这波呢 很多的这个 三户都还没有就是加进来 对 没有入场三户 其实现在已经涨上来咯 然后资金其实大家都在做布局 只是说三户还没有注意到行情震热 所以其实这个阶段就是最好的介入点 那到底要买谁呢 就很重要 因为你看选举是不是已经快要倒数 可能50天了 50天对不对 50天就刚好一个同版数字 那么接下来到底要买谁呢 这个标股列车 肯定要赶快上的吧 对对没错 好那今天的个股 好那富士达就是这个是 折叠手机啊 折叠手机是未来很大的趋势 对 那富士达它我们说在整理嘛 目前整理整理完了以后 很可能还会继续创新高 哇是 因为它的这个复合年成长率是多少 四成到五成 每年都是这样成长 这个成长的这个树立非常可怕 那老师你觉得哪个价位可以上升呢 这个来到这个375 380这个地方 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点位 好那这个因为蓝白不合 那所以说那现在就是各走各的路的话呢 这个敬畏分明 看来选举概念股走势会分歧对不对 对有蓝营的概念股 绿营的概念股 好那伦非看好不看好 伦非的话 目前仍然是要在低档整理 就是相对低档整理一下 那么就是一个这个等咯 好那么这是一个等 好那么下一档呢 美式概念股比较偏重 因为那个绿营的话就是这个重电军工 还有这个生计 而且生计下周又有这个生计医疗展 所以美式它可能 可能怎么样 很可能这个整理一下呢 又要开始发动 很可能开始发动 整理一下 等更买之间 对对对 好那这个短线的这个强势股呢 好宛伦快速说一下 就是年报前啊 这非常有这个炒作发酵的味道 而且是非常有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公布这个年报嘛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有哪些个股有机会咯 对好没错 那我这是我们之前就一再推荐的 11月14号推荐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非常的强 今天收平盘的125 从92.5 还可以介入吗 现在会不会有点追高了 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长线的题材 因为我们讲说IC设计 你要看它之前是不是有标股的基因 是 敦泰就有 敦泰这个 有大人口嘛 对对 有大人口 除了有大人口呢 它以前有标过 它标到三百多块 哇三百多块 对 那虽然的话相对低调 但是还是要看了 对对 没错没错 就是有标股的基因 那这仍然是还可以持续注意 好 那金利科呢 我们说这个是镍顶 镍顶的话就是要整理 有 昨天有讲到这个 整理 那今天很强 它尾巴突然偷拉 但是呢 要有没有办法 而且它现在还在被关起来 关紧闭 处置当中 所以它这个量 一定会放不出来 被关紧闭 量放不出来 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 那这个被关 大概十天左右 那这段时间量出不来 那我们九天以后再来看吧 还是说 其实现在就可以趁乱上车 现在 因为会有时候会越关越大尾 所以如果说跌到 跌到有一定的价位 我们就冲进去买 对没错 这个金利科呢 首先看到它是 会不会来到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 200块附近呢 那个时候 就在想办法 说是不是指纹了 那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玉创我们昨天讲 他也是一个 有标股基因的个股 对 他有标股基因 然后最近呢 他又挣到 挣这个IP的热度 梦想题材 梦想题材 对 而且他算是同板价 所以等于说 他是想象空间非常的大 对没错 他之前的大哥嘛 叫做安国 安国的例子标给大家看了 所以现在预创呢 是不是会这个复制安国的这样 IP概念股继续标 我们要看 但是但是呢 因为昨天这个涨金板嘛 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操作观念呢 就是说前一天很强的股票 隔一天 如果各位观众你想要介入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在9点15分之后才考虑是进场 因为有隔日冲的卖亚 没错 晚人讲的没错 你看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2300张就挂在那边 涨4毛就挂在那边 卖亚就在那边等 对 因为昨天太强了 很多的散户都会冲进来嘛 所以2300张呢 这一下子就消化完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 隔日冲的这个券商都在里面 什么凯基台北 凯基 原富 统一 港商野村 这些都是隔日冲的 对 他们虎视眈眈的在那边等的话呢 你就要小心一点 就要小心9点15分之前 等一个9点15分 对 等一个9点15分 9点15分之后 这只股票如果还可以站在平板上 那个时候就可以介入 那如果要不然的话 就会像这个预创这样子 就杀下下来了 预创今天还算还算不错的话 有时候呢 这个杀他有一种可能就杀到跌停板附近 会不会杀出一个那个买电 杀出好买电 这个要注意 因为这个预创像这个样子嘛 如果杀到跌停板的附近呢 就等于说今天会收了一根长黑 把前一天的这个红天吃掉 这个时候呢 K线就反转 反转 所以呢 一反转以后要等多久呢 5到8天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K线线行如果破坏 要等5到8天 好 金像光 金像光稍微好一点点 他昨天也很强 但是今天呢 利手在平板上 最后一盘呢 还拉上了一块 所以今天能来是很强 这支股票能来可以持续注意 好 那我们今天再讲一个新的股票 新的硬广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它是这个维控制器 维控制器 MCU 对 IC的这个核心产品 那它做什么呢 它做伺服器的散热风扇的维控制器 是 台湾的林陶厂商 对 那个之前大家在炒散热的时候呢 硬广都没什么反应 结果这一波你看拉上来 但是它的量很小 所以大家要买这支股票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 它的量很少 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这个它之前都没有反应 它是没有 不为人注意的这个 这个散热的概念股 IC设计的散热概念股 所以这个等于目前这一段呢 等于是说拉上来呢 是还给他公道 所以这个题材如果 它的题材如果持续发酵 然后量又放大的时候 那时候介入的话呢 那就比较方便了 那再来的话 今天有很多那个嘛 冒出来的股票 我们讲这一档呢 是凯美 这个有小国具的号称 今天拉出一根长红 凯美的股性 之前也是非常佛波 也是属于标股 有标股基因的 所以今天拉出第一根 那如果说下个礼拜 这个被动元件 还在持续在发生的时候 凯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今天的这个军工股 军工股也动起来 那如果说大家对军工股有兴趣的话 那这个亚航可以注意 亚航价位低 而且它的股性很活泼 它是这个飞机维修公司 前身是陈纳德的那种恢复队 所以这只股票 因为它现行这个转转转好了 所以值得注意 军工股你可以考虑这档 对 好 这好股挑对时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好了 看到这边 我相信大家已经就是越越欲试 到底要买哪一档股票呢 别忘了按赞订阅跟分享 如果说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拨打0277259668 用力不让我们再会再会 拜拜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审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实地则方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